什麼時候我們的國家的立法院 變成了戲子的天堂 你知道嗎 哈 知道什麼 董事長 這個民眾黨八個人都坐在那裡 動都不動啊 有什麼用 所有的政論台都是這樣講 黃傑跟徐曉星表現得超好的 說黃國昌是為了搶聲量 這樣的質詢的內容 居然 不如 兩個人在搶麥克風 台灣真的沒救 可能台灣的媒體 這些媒體有錢人 可能永遠就是希望 台灣就是只有兩個政黨 所有的政論台都是這樣講 黃傑跟徐曉星表現得超好的 就是知道 議會開議就是要表演 就是要舞台 他們這兩個女立委 都表現得超好的 那黃國昌呢 民眾黨呢 就是很好笑 一人政黨 黃國昌一個人 八個立委沒用嘛 奇怪 我看的都 我住在台灣 奇怪 奇怪你住在哪裡啊 是不是我們兩個的時空背景跟宇宙不一樣 你說徐曉星我沒意見 因為曉星我喜歡他嘛 你說黃傑表現得好 所以我們去當立法委員 不是來質詢的 我相信這30分鐘的質詢全國人民都看到了 是一個相當認真 是一個相當認真 有所準備 而且問到 陳建仁 啞口無言 我們今天選一個立法委員 難道就是要 做秀 搶麥克風 去學以色列防身術 就是一個優秀的立委 而不是 而不是 去催促 政府 把該修的法案 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我們的國家的立法院 變成了戲子的天堂 所以我們的 立法院不是在質詢的 我們的立法院也不是在立法修法的 我們立法院就是在那邊演戲的 準備道具 兩邊搶 兩邊打成一團 那些民族說 你看 你看 這些人在搶麥克風 你知道嗎 知道什麼 董事長 這個民眾黨 八個人都坐在那裡 動都不動啊 有什麼用 你想要做小丑 沒有人要對你去做小丑 人坐在那裡 看你們這群 這群狗在 沒有什麼狗魚 在搶什麼狗 每一個都三道猴子 喔真的很可惜啦 今天這麼好的諮詢 這麼用心準備的一個諮詢 一個諮詢啦 被 這種垃圾政論節目 我再次強調 垃圾政論節目 全部都是 垃圾名嘴 你們也全部都是 在那邊造謠抹黑 說黃國昌是為了搶聲量 還說 這兩個搶麥克風的 才是聰明 才是對的 才是有戰力的立委 是非不要這樣顛倒 這樣的諮詢的內容 既然 不如 兩個人在搶麥克風 那 台灣真的沒救了 如果你們認為這個不好 你們認為 ㄟ 黃國昌在講什麼 你聽不懂 但是搶麥克風 真的很有戰力耶 真的好棒耶 不好意思 如果我講幾句不難 很難聽的話 那你是X7喔